5月23号芒果台新综艺婆婆和妈妈开播了 虽然只更新了一集新导片 但是播出之后四个明星家庭纷纷上了热搜 引起了一番热议 果然婆媳凑在一起就一定大战在即 本期节目来自于四个明星家庭 分别是情号易能静 林志颖 陈若仪 江潮 麦迪娜 李嘉航 李慎 其中三对夫妇都是大家经常能够见到的明星 而林志颖的老婆陈若仪相比之下比较低调 与婆婆则是首度曝光在荧幕之上 引来了不少的关注度 整期先导片还是以欢乐的家庭日常为主 虽然中途沿由日常带玩上的分歧 但是总体节奏还是非常的温馨的 林志颖家就比较特殊 由于从小父母离异 林志颖本身就和妈妈的关系就不是很亲密 连妈妈的生日都经常记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作为媳妇的陈若仪和婆婆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了 节目当中陈若仪坦言 自己婚后感觉到压力很大 首先是外界对她这个林太太的身份有太多的非议了 毕竟当年林志颖正红 外界都觉得陈若仪配不上她 她说这十多年一直被社会舆论攻击长得丑 你凭什么嫁给她 你有什么才能 你爆牙 各种万箭穿心 说到这些 陈若仪哭了 而谈到和婆婆的相处 陈若仪更是没有忍住泪水 因为婆婆一直觉得儿子很优秀 再加上婆婆本身就是个很优秀的女强人 陈若仪在其面前就是如履薄冰 总担心自己会说错话 然后达不到婆婆的要求 林志颖也在采访当中说了 妈妈确实是很强势 并且作为老一辈人 保有一些非常传统的观念 对儿媳妇的要求就比较的严格 果然 天尾播出的下期预告当中 陈若仪和林志颖带着精心挑选的母亲节礼物 去陪婆婆过母亲节 却因为穿了一条带有拉链设计的破洞牛仔裤 被婆婆数落了几句 说来我们家里还是不要穿短裤 这样显得不礼貌 短短的一个片段就已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网友们纷纷指责林妈妈 说作为婆婆实在是苛刻了一些 同时首次露面展现婚姻生活的陈若仪 在网友看来并不是非常幸福的样子 引起了不少的同情 每个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女人更加优秀 陈若仪一直被林志颖保护的非常好 从来没有以林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在林志颖参加爸爸去哪第一季的时候 陈若仪依旧是没有公开亮相的 就是啊 陈若仪并不算圈外人 身高外貌条件都非常优越的 她曾经是做过模特的 也是女团的成员 还在2006年出演过热门的台剧 《东方朱利亚》当中的《玛丽亚》 出道的时候就被称为小林志颖 但是和林志颖结婚之后啊 陈若仪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回归家庭 降服降死了 从节目当中也不难看出 陈若仪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对林志颖的爱 她准备上街 然后为婆婆挑选母亲节的礼物 林志颖要跟着在一起 她去回绝了 因为啊 即使是戴着口罩 林志颖还是会被人认出来 引来一些不方便 所以啊 宁愿自己一个人去逛街 让林志颖在家带玩 在婚姻里啊 她还知道战俘是优秀的 所以她愿意退居二线 当那一个默默付出的背后的人 也是因为因此 在婆婆面前 她更加的想要证明自己 在陈若仪看来啊 婆婆和老公都是更加强势的那一方 所以就生怕自己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甚至她是有一点点的自卑的 但其实她大可不必这样啊 作为林太太 她为林志颖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儿子 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成为了全职太太 在她的社交网络当中 经常是晒着自己和儿子的一脸一滴 跟儿子一起坐亲子舔铁 与儿子户外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带着儿子一起去看爸爸的赛车比赛 她的微博认证呢 也是Kimi妈咪 但其实啊 陈若仪也是一个十分懂生活的女人 她热爱跳舞 经常分享自己的舞蹈片段 也会分享自己日常的一些美妆推荐 早餐啊 都是精致的摆盘 当生活中心全都在家庭之后 她把日子过得精致美好 操持好家里的一切 好让另外一半全新的铺在事业上 如果说两人的物质来源 多数靠着林志颖的话 那么陈若仪就是提升全家生活 幸福感的那个重要的人 所以何必要觉得自己在婚姻关系里边 低人一等呢 川仪看起来啊 就是性格软软的那种 为了自己爱的人啊 心甘情愿委屈求全 而为家庭做出的牺牲 可能对于她来说 也是得到幸福的一个途径 只希望在享受这一份幸福的时候 她可以不丢弃自我 虽然身为林太太 但是她更是陈若仪啊 希望所有的女孩 都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本事 爱自己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